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英美重生对乌克兰张开核保护伞 所以呢,大家不必担心普京狗急跳墙 俄军的常规武器除了数量庞大,一无是处 随着乌克兰得到越来越多西方的坦克飞机大炮 乌克兰的军力将要渐渐超过俄罗斯 因为呢,虽然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数量不够大 但是呢,第一,质量优越 第二呢,是乌克兰军人使用的战术呢,都是美国战术 所以说呢,这样可以弥补武器数量的不足 越到这样的时候呢,善良的人们常常就是担心呢 普京会狗急跳墙,使用核武器或者化学武器来攻击乌克兰人 英国政府几天前曾经撂出狠话 只要俄军胆敢动用化学武器攻击乌克兰人 英国就会立即出兵 而且呢,不必跟北约商量 直接开干 而且英国的战略核潜艇呢,大党号已经出动 目前呢,已经到达地中海,甚至可能已经进入黑海 这样随时就可以对普京进行斩首行动 而针对俄罗斯的核恶诈呢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国会里讲得更加坦率 说如果哪个国家胆敢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那么作为乌克兰核保护国的英国 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报复行动 无需与北约其他国家协商 约翰逊这里面所指的 对乌克兰承担核保护国责任的英国 那就是当年乌克兰放弃核武器 主动放弃三千多枚核武器的时候 世界的五大核国家 也就是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 曾经共同签署一项协议 确保乌克兰今后永远不会受到 任何国家核武器的攻击或者威胁 只要乌克兰人受到攻击 那么这以上五个国家都有权利 或者都有义务去回击 去打击那个对乌克兰进行核武攻击的国家 当然俄罗斯已经违反了它的协议 因为它攻击 正是由于乌克兰放弃了核武器 它才敢攻击乌克兰 而中国从来没有宣布 它将承担其对乌克兰的义务 尽管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 乌克兰给中国军火技术的帮助最大 中国的航空母舰是乌克兰的 中国的空军的发动机 飞战斗机的发动机也是来自乌克兰的 但是中国背信弃义 反而现在站在俄罗斯侵略者一边 希望俄罗斯杀进乌克兰的男人 这样中国的小粉红就可以到乌克兰去 想要去找乌克兰漂亮的年轻的女人 作为另一个核保护国 美国的态度也是非常鲜明 美国政府发言人普萨基 态度更加强硬 他说我们想自由 我们向世界保证 如果普京敢动用核武器 乌克兰绝不会是第一个落下核弹的地方 普萨基的这个意思呢 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那就是说呢 只要察觉到俄罗斯的核武器 进入到预备发射的状态 美国呢 就会将其在发射场摧毁 或者呢 等到这些导弹升空之后呢 改变他们的这个指令 让这些核导弹飞向莫斯科也行 飞向这个圣彼得堡也可 或者呢 飞向查理金 等俄罗斯的其他城市 或者飞向俄罗斯的这个武器 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 或者克里姆林宫 或者国防部等等 这样一来呢 也不浪费这些核炸弹 总不能让它在这个 荒无人烟的这个发射场炸掉 对不对 比如说把这个克里姆林宫给炸翻 或者把俄罗斯的国防部 邵姨谷那伙人 一起送上这个西天 或者呢 摧毁一个俄罗斯的 大型的军事基地 让里面的这个几千人 或者几万人 都这个 都被炸死 这样呢 算是 比较合理的利用 我相信世界各地人民呢 也会支持这种做法 此外呢 就是假冒伪劣商品呢 淹没上海 自从几天前 中共封路 并且取消了这个上海人的团购外卖权力 规定上海近三千万人的生活物质 一律由政府包干配送之后 上海人发现 要么配送的食品呢 很少 让人饿得东倒西歪 而且呢 现在上海已经出现了多起 活活饿死的案件 有一个安徽到上海去打工的姑娘就饿死了 还有呢 实际上 我想呢 每天都有几百人饿死 只不过是上海人 方面呢 它不对外公布 另外呢 一个最新的消息呢 是上海呢 其实呢 每天都有硕白老人上升 但是上海政府呢 一律不把它当成是 这个 新冠病毒导致的这个上升 所以上海的做法呢 跟国际社会也是完全不同的 至少跟美国是截然相反的 因为美国呢 只要你感染了新冠病毒 你去世 那么都算作新冠病毒去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这个一般来说 新冠病毒的上升者 都是有基础病的 就是没有基础病的人 一般不会死亡 但是呢 如果没有新冠病毒的话 这些有基础病的老人 他们可以再活几年 一般来说都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呢 新冠病毒呢 使他们过早的死亡 但是中国呢 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界限呢 是很难掌握的 美国呢 是规定的 只要你感染了新冠病毒 一律是属于新冠病毒死亡 所以说美国的数据 是全世界最高的 而中国呢 其实呢 死亡率应该高于美国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医疗水平呢 是非常恶劣的 这个呢 是全世界公认的 即便上海的医疗状况 也是非常糟糕 尤其是在最近这个疫情防疫期间 很多人到医院里去都无法得到治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上海正常的门诊全部取消了 本来正常情况下 每天都有上百万人 一百多万人进行门诊 另外呢 还有上万例手术 现在统统取消了 也就是说正常的治疗全都取消了 所以说呢 上海居民现在几乎就没有机会看病了 他死了 政府说啊 你这个是因为心脏病死了 你那个是因为 这个癌症死了 他一律不承认 这是跟病毒有关的 现在呢 这个上海人呢 还惊讶地发现呢 政府配送的食品呢 几乎都是假冒伪劣食品 比如说肉包子里面没有肉 或者也不知道包的是什么 乱七八糟的东西 五花肉呢 是发臭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食品呢 几乎呢 都是假冒伪劣食品 就像大洪水一样 现在灌进了上海的千家万户 人们怨声载道 众所周知 中国呢 作为全世界唯一的假冒伪劣商品 制造大国 和唯一的假冒伪劣商品 消费大国 这个中国的这个生产 这个和使用假冒伪劣商品的这个规模呢 都非常庞大 中国的这个假冒伪劣商品呢 虽然也危害世界 比如说呢 我们在美国也能感觉到 在美国你一般来说 你买不到假货 如果你确定想买假冒伪劣商品的话 当然 以前在二十年前 你是在美国真的做不到 但现在能做到了 那就是什么呢 你到中国人开的超市里 我看保证你能买到假冒伪的商品 比如说中国的那些调味料 还有那些干鲜 还有那个很多东西 因为他们呢 那个就是保鲜 他们几乎要么没有保鲜器 要么保鲜器是任意篡改 一般只要是中国的这个超市 它都会 店员都会经常性的修改 就是说这个东西卖不掉 就给它改 所以说呢 你永远不知道 当你在中国的这个城里面 或者中国的这个超市里面 买一包这个五香粉的时候 它是去年生产的 还是五年前生产的 甚至是十年前生产的 你永远不知道 因为呢 可以这么说 中国任何一个商家 只要是中国商人的商家 就是说呢 他绝对不会把这包五香粉 或者大料 或者什么的 给它丢掉 他肯定会篡改 百分之百的会篡改日期 因为他的利润就是靠这个来的 在这方面呢 只有美国人做的好 因为以前呢 我认识一些在美国店里工作的人 他们说呢 那东西 任何东西 只要到期了 过时间了 哪怕好好的也要扔掉 我那个朋友呢 他是在曼哈顿的一个蛋糕店 他说那好好的蛋糕 当天晚上是必须扔掉的 就是上午做的蛋糕 当天晚上必须扔掉的 那老板鼓励大家 带回家去吃 分给朋友吃 实在不行呢 就是第二天凌晨的时候呢 送给那个教会的人吃 或者呢 由教会的人 把大量的收集 就在那个门开着 有个店员值班 教会的车来 把这些东西运给那些流浪汉吃 所以美国的流浪汉吃的相当好 就是因为呢 这些店呢 他这个老板是遵守原则的 最有意思的是 我这个朋友呢 他的老板还是一个 这个他曾经建议老板 因为他是中国人 他说你看这些东西呢 弄掉了多可惜啊 第二天不能够借着卖嘛 他说我尝过 味道几乎是一样的 那个老板说不行 他说第一呢 他说那个口味 有些人 中美国人是非常挑剔的 一旦是有人挑剔 查出来 我这个是过期的 那我这个店就完蛋了 其次呢 他说呢 你有这种想法 其他的店员可没有这种想法 因为所有的店员 要是听说了 我这儿卖过期食品 甚至都会检举我 都能导致我破产 但是呢 中国店里不难 中国呢 这个假冒伪的商品呢 过去主要的消费对象呢 在中国呢 主要是针对小城镇 农村 也就是县级以下的人 因为那里面的人呢 这个一般来说 见识短浅 他不像城里人那么精明 能够鉴别出 什么是真货 什么是假货 所以常常容易上当受骗 其实呢 你要到农村的那个小店 你比如说 你经过农村的那个公路旁边 你看到一个小镇 或者一个村庄 那里面小店 你到那里面去看视频 你就是没有多少生活经验的人 你都能知道那是假货 因为你不要看别的 也不要去品尝 也不要去化验 你就看他的价格 标签就行了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同样的这个火腿肠 比如说 那个松会火腿肠 我们都知道 基本上都是假货味的 你到那去看 十块钱 比如说一包的这个双汇火腿肠 在城市里面呢 至少呢 他还是河南那个双汇厂出的 你要到小店里去看的话 那有可能是农村的哪个土座房出来的 它的价格呢 大概只要五块钱一包 也就是说呢 中国农村卖的这个假冒伪劣商品 它的价格呢 低于正常城市商品的出厂价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这其中肯定就是有名堂的 现在呢 这些假冒伪劣商品呢 最近这两年呢 由于农村的经济凋敝 农民呢 越来越吃不起这些假冒伪劣商品了 所以呢 趁此机会呢 都向上海谈请销 当然上海的各级官员都赚了一个宝 可以这么说呢 都是私事大开口 一看你是假冒伪劣商品 马上就敲诈乐所 你送了一百万的东西 给我拿三十万的这个回扣来 否则的话 我们要找你算账 OK 当然这些卖假货的心理也清楚 因为现在呢 他们在上海呢 可以把这个假冒伪劣商品呢 卖到有史以来最好的价格 所以呢 真的发了大财 这样做呢 其实呢 非常危险 我们知道中国农村的人均寿命呢 都不到六十岁 主要就是因为假冒伪劣食品 还有环境污染 那个地下水肮脏 农村的污染更加严重 而上海人呢 他平时娇生惯养 可以这么说呢 更经不起这个假冒伪劣商品的毒害 因为中国的农村人可能生下来就吃假冒伪劣商品 就是抗毒能力是全世界排行第一的 你说上海人是中国的抗毒能力是最差最差的 他怎么能受得了全中国的这个假冒伪劣商品都蜂拥而来 冲击他们的胃口呢 所以说呢 估计呢 不仅这个病毒会导致上海很多人死亡 还有这个禁闭呢 关押呢 也会导致上海人死亡 还有这个假冒伪劣食品呢 也会导致一大批上海人 这个病死或者死亡 这种病毒会导致上海人死亡